紫黑色廢棄物布滿水面 整條溪水根本無法動流 讓返鄉掃墓的民眾看傻了眼 位於金門料羅附近的白龍溪 被民眾檢舉 下游遭受嚴重污染 現場氣味更是奇臭無比 這間金門皇家酒廠遭民眾踢飽 偷偷將廢水排入白龍溪下游 導致整條溪被染成紫黑色 現場臭味難聞 現環保局上午前汪彩宴 發現其中含有許多釀酒用的酒造廢料 我們目前會要求它那個 污水處理設施儘快能夠符合標準 也這段時間禁止污水流入過去 其實早在兩個禮拜前 環保局就已經查到 並且開罰15萬 沒想到酒廠旅券不聽 又再度排放了釀酒廢料 除了當場開罰 並要求期限改善之外 否則將不排除勒令停業 所以等於說整個污水是外包的 對 我們是BOT案 對 業者說污水處理設備是外包的 只能等外包經理出面說明 自己無力改善 但環保局已經要求必須 6月底前改善完畢 並清除溪上的所有排放物 還給金門居民一條乾淨的溪流 記者李俊仁 林指揮金門財寶報導 您好 大家看看